請蘇院長 首先要跟蘇院長說辛苦了 因為今天是我擔任立委以來 第一次有機會跟蘇院長請教問題 一定要表達對蘇院長在過去民主運動 還有在婚姻平權上 在不同的時代都是引領我們的進步的人 我自己老家也是 我家人都還住在新北淡水 都還是持續在院長過去的老縣長的政績下 就是說被照顧 我最近當委員之後 特別尊敬院長一點 你身體很好的 你每天看你這樣站這麼久都不會累 這點我真的是落後很多 那表達對院長的敬意之後 今天想要請教院長的 大概有三個主題 那院長如果可以先坐一下 因為我這邊會先講五分鐘 那我先謝謝委員的肯定跟關心 那其實委員戶籍國外 那非常好的學歷 第二回國是台大學生的ROMADO 真的大家都很羨慕你 那今天進入國會殿堂 那我看你非常認真 也一定會表現著夜 我們請多多指教 謝謝院長的肯定 想先問院長喔 你有沒有去過那個德國國會在柏林那邊 有沒有機會去過 我去過很多地方但是有很多地方去過都忘記有沒有去過了 沒關係 搞不太清楚 院長如果有機會可以再去一次喔 德國國會有兩件事情很有名喔 第一個就是他的建築喔 因為他在老建築上面有一個玻璃的一個屋頂 那個是很特殊的建築喔 那第二個是很有名就是 去德國國會就可以了解 德國的民主跟人權的歷史喔 那我去國會的時候 這是要天報名參觀的喔 我有去過 我還看過希特勒那個鐵箱子 他們當過的人 都有留一個那個他換東西的一個盒子 是不是 謝謝 還有看希特勒的那個盒子 謝謝 那我想講的是喔 就是以這兩張我在那邊拍到的照片 左邊這張喔是告訴大家 在1911年的時候 德國的女人喔 跟德國25歲以下的人都沒有投票權 也就是德國只有25歲以上的男人有投票權 那右邊這個是威馬憲政的簽名的 在立法院裡面簽名的 那他們在1919年簽名之後 德國的國會喔才第一次擁有立法權 然後擁有預算跟監督權 這是1919年喔 可是呢過了20幾年之後 也是同一個國會喔 在1933年的時候 他們用三分之二的投票喔 給了希特勒一個特權法 讓希特勒授權他成為一個獨裁者 那這個故事呢之後就是人權被侵害 還有猶太人 這我們都知道喔 而且那在柏林有更多的就是 後來共產黨柏林下統治的國會喔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 為什麼要把這個歷史放在國會 就是一個民主喔 如果沒有民主的捍衛者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民主還會死在民主的手中 因為沒有人要捍衛他喔 所以呢從這個德國國會的歷史來看喔 我想問說我們的立法院 是不是也是不義的遺址啊 因為我們在這個立法院 任何一個人就說立法院 這邊曾經我們台灣人因為出身 跟德國的女人一樣 就被剝奪不能進來的權利 還有就是這裡在長期喔 是獨裁者傷害我們人權的橡皮圖章 那我去德國國會我只是個外國人 我會被他們感動 因為覺得他們的民主得來不容易 而且會得到警惕 民主還會自己消失 因為人民沒有站起來守護民主 可是今天任何一個人來我們的 這個立法院參觀 他會因為看我們這樣質詢 或者看我們這裡 他會被感動嗎 覺得我們台灣民主得來不易 就是說有可能會被消失嗎 所以這真的是用這個例子就看到喔 我們台灣的轉型正義喔 真的還有很大的努力 謝謝院長都有承諾喔 要做喔 我想問院長一個小問題喔 我知道院長有非常多的施政目標喔 過去一年多喔 也真的大家很肯定 如果院長 您如果有機會擔任未來四年的行政院長 我說假如啦 有一百個施政目標來對 轉型正義排第幾名 那個很難 很難說排第幾名 我一輩子都在為這個努力 為民主自由盡力 我很感謝有那麼多的前輩 犧牲在前面 我們今天才能站在這國會殿堂上 才能為人民做事 這不是我 而是一代一代努力來 而要讓未來的我們的世代 能有更寬寬的空間 同時不為民主又被篡奪 自由犧牲掉 或者甚至於國家被併吞 我們都還要繼續努力 謝謝院長的答案 視序的話 比如說現在就必須防疫 所以很難說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但始終不放棄 謝謝 防疫的確是現在特別重要 那只是因為今天是總質詢 那防疫的事情 很多人都問過 回來我的目標 如果是我的話 哪是我 這100個目標 我想我會把轉型正義排第二 然後中國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滲透排第一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兩個東西沒有守住 民主未來我們的世世代代 沒辦法站出來捍衛的話 剩下98個目標 我們現在再怎麼怕病都有一天會出現危機 那我想這次是民進黨 執政第13年 我們完全執政第5年 那剛剛有報告到就是說 過去兩年就是促轉會都在努力 有一些成果 可是要跟院長報告 不是你的責任 我知道院長去年才上任 可是從前年年底 我們的促轉會的委員就缺額了 依那個促轉法要有9個 可是還缺4個 而且其實呢 也違反那個促轉條例 為什麼 不符合性別比例 男生太少了 我們的委員會第一次 男生不符合性別比例 就是就我們的支持者來感受 會覺得好像這一塊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說很重要 可是就是說 像楊主委目前也還是帶領 所以想請教院長就是說 因為他們的任期快到了 那就是院長對新任的主委 有沒有口袋人選 如果沒有的話有沒有標準 因為我想人事非常的重要 我謝謝委員的提醒 那轉型正義誠如我一再說的 幾十年 國民黨維權統治的不公不義 我們要用兩年的時間 整個翻轉是屬困難 但我們確實也依次於 感謝貴恩通過轉型條例 我們也依這樣聘任 但確實也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也做了也有一些換錯 不應該的事情 所以有它的變化 但雖然性別比例不符合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主委是女生 男生不夠 女生夠了 那另外 因為兩年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我已經在在宣示 我們會依據轉型條 出轉條例 我們會在委員會報上來 我會同意再延長 好 謝謝 那剛剛因為賴平雲委員 也有問了同樣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院長很有誠意要延長 可是大家都知道 依法只能一次延長一年 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這個如果要找新主委 一年就要找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真的很多 院長可以考慮這個默契 至少是兩年或者是到四年 因為真的還有非常多的工作還沒有做 就是在我的了解之後 這個促轉會現在有五大重要議題 目前促轉會跟促轉條例都無法處理 剛剛賴平雲委員問的是第一個 被沒收的財產目前缺乏返還程序 第二個 目前我們只能處理司法不公 可是行政不公沒有辦法處理 第三個 也裡面說要他處理威權象徵 可是他實質上就法律上 他沒有威權象徵的處治權 第四個我剛剛講立法院是不是不義遺旨 他對不義遺旨的認定也沒有規範 也缺乏規範 最後一個目前出土了很多的檔案 可是這個政治檔案的長期保存與教育推廣 裡面有叫他做目標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法律跟法源可以做 所以呢我給院長的建議 如果院長願意繼續關心這個問題的話 同步因為時間今天不夠 同步啟動再修法 然後呢長期應該建立專責機構 因為他們現在的人力真的非常的不足 我知道那個蔡總統在228的時候 有說未來的監察院的人權的委員 可是監察院跟行政院的權限 院長知道不一樣 所以請院長就是說關注這個議題 因為我相信院長這麼關心 在您當院長的時期 現在就是說去年一年真的發生很多事 那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感謝院長 那也請楊崔主委會 那第二個我想問院長的問題 也是跟我關心有關 跟中國啦 中國的文化影音的滲透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聽過愛奇藝 沒有 對 沒關係 這個院長跟我一樣數位比較那個 沒有在看 愛奇藝現在是台灣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音串流的平台 他就是中國來的 他呢在台灣 有超過六百萬人下載 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下載一次 因為年輕人可能下載很多次 台灣成年人三個人中就有一個 有下載過 那我關心就是說 我們面對這個中國的問題能不能夠 就是國家正常化 我感覺我們的外交跟國防都非常的努力 可是在這一塊 可能是跟NCC有關 因為我們問來問去 就是說都說 NCC都表達無法可以管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現在NCC是管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平台 不管康騰內容 可是我們針對Netflix 這個全球很重要 Netflix 他是合法上架 我們還可以規範他如何保障我們台灣本土的這個文化商品 可是呢 這個愛奇藝已經非法繞道進入台灣很久了 到現在無法可管 他造成的問題 其實下面跟院長報告 據說我們沒有辦法要求他保障台灣影視節目的比例 也沒有辦法跟我們文化部對大陸中國的進口的限制政策一致 然後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要他承諾 如果未來有台灣節目的話 他不會有言論的限制 還有我覺得未來如果我們可以管的話 應該就像Netflix一樣 有資訊要透明 甚至對股權都限制 這個問題很大 可是NCC好像跟我們講說 這個應該是陸委會主管 所以這個有部會要協商的問題 因為陸委會 目前也沒有法源工具可以管到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上一個 是說四年最後關心到 中國對我們其他的滲透 大家知道文化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在這裡面 加以而讓他任由他非法上架 持續影響我們的話 我覺得這不符合我們在其他部門要的努力 那要拜託院長來協調不同的部會 就是說到底是NCC的責任還是陸委會 那我看是應該是NCC 因為朝向一個國家正常化 否則陸委會的特殊的部分要處理的東西 實質已經非常多了 這個議題 謝謝委員的提問 NCC從去年9月26號 經過行政院局以後才接到這個 OTTTV的這個業務 所以我們的確到目前為止 關於這個OTTTV來講的話 並沒有相關的法律去規管 所以我們才會努力去進行這個 所謂的網際網路施定服務法的這個草案 這個大概是全世界可能是第一步的那個相關的法律 那裡面是排除中國嘛 對不對 愛奇藝這個地方呢 並不是說不處理 而是反而它是要特別處理 因為就程度看委員所提的 這個有涉及到中國的威脅的問題 還有兩岸相關的文化交流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行政院的程式裡面來講的話 也開過好幾次類似的會議 包括陸委會 包括文化部 甚至包括經濟部都有相關的參與 那只是說究竟我們對愛奇藝的這個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可能我們NCC 必須還是要跟陸委會跟文化部去協商 因為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或其他的法律 都是前網路時代的法律 可是現在進入到這個網際網路時代來講的話 比如說文化部現在審查的相關的電影 或者是相關的比如說 廣播現實的內容 基本上是實體的 可是現在的整個產業發展 科技發展的趨勢 它變成走這種開放性網路的時代裡面 我覺得我們在法律上 必須另外的家裡去處理 委員我覺得你講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中國要併頓台灣無所不用其極 那飛機繞台還是看得見的 那像這樣 中國本來就有一個政策 叫做入島入腹入腦 所以這一定要防止 那就好像無人機如果揮滑的 要有辦法讓它掉下來 所以這個我來請副院長 召集相關部會 如果法不夠 該修法 就請貴院大力支持 我們一定不能讓中國達到它併頓台灣目的 好 非常感謝院長承諾由那個副院長召開 然後可以協調這幾個相關部會 那我個人是認為應該回歸NCC 讓它往就是國家正常化的方向走 最後還有24秒就只講一個我的關心 就是勞保 院長知道勞保這個部分 問題很大 因為軍公教年改只影響50萬人 我們勞保超過1000萬人 那我想如果我們這四年任內 行政院跟立法院如果都沒有做什麼事的話 2026年就會由政轉付 很快的速度 2027年就會負債3000億了 那我只請院長可以承諾 謝謝 接著請